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就是针对经济文化不利的学生做补助 那很多学生可能是因为经济文化不利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到一个平等的教育 而让他的天赋没办法去展翼飞翔 我想这是一个很可惜的 所以我们学校秉持着这样一个人才的挖掘 学生的圆梦 然后用了一个很完善的一个 皇爱族梦的一个计划 来协助经济文化不利的学生 能够展现他的梦想 在充满美丽资源的宝岛台湾 虽然拥有多样的教育资源 但在这其中却有些教育部规定 七大类经济或文化不利学生 无法获得与大部分人一样的教育资源 由于看到了这些学生的就学困难 位于台中的这所科技大学 运用鸿爱竹梦助学金 辅导并帮助他们突破 经济或文化不利的限制 计划已经执行第四年 当中有许多学子受贿 本身家庭的经济不是很好 然后在高中升上大学的时候 有去参营业做过打工 然后在大二的时候 申请到奖学金 然后让我有更多的时间 专注于课业 对于竹梦这项计划的捐款人 我表示非常的感激你们 因为有你们的捐助 让我可以去申请这笔经费 省去更多的打工时间 来专注于课业 非常的谢谢你们 那时候我是在一间法廊工作 那就是边工作 然后边来这边读大学 然后当时时间没有那么多 所以就没有参加很多比赛 那现在我就是回家 我自己的妈妈那边帮忙 透过学校的一些补助的方式 让我可以很安心地去比赛 当然也是要谢谢学校 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资源 让我可以去安心比赛 然后不会有一些担忧 宫观科大 它对于我们清函家庭的学生 是很用心 然后让这些学生可以从 从不可能变成很有可能的一个任务 就是完成自己的梦想这样 学生完成梦想 持续在课业努力 有人继续升学 攻读硕士学位 也有人参加国内外比赛 夺取各大赛事奖牌 用好成绩证明自己 也感谢捐款人帮助 很谢谢他们 给我这个奖赌决心 让我在之后 可能一年的实习 可以不用那么担心 钱的部分的问题 因为毕竟出去实习 然后还要担心自己的生活费 因为其实成年的妈妈 其实真的不太能在 给我一些生活上的帮助 但有这个助学金 就是现在有时间 就可以先存起来 这样以后我就会比较 可以不用那么的有压力 我们家的话 其实不是太富裕 然后在国中的时候 妈妈被确诊了 一种慢性疾病 然后在高中跟大学的初期 都是在要家里要照顾她 然后又要在外面打工 然后支付自己的生活费 然后也是因为妈妈得到那个病 然后我才会从高中 森林科转跑道来读物理治疗 其实非常感谢学校有这个计划 因为原本的话 我是没办法想象 我可以参加这么多 像是实验室啊 做研究啊 甚至去当志工 帮助别人的这些行为 因为我平常都是需要打工的嘛 但是通过这个计划 我就可以不用去工作 然后就有更多时间 可以增进自己的能力 然后甚至去帮助别人 帮助社会 省去打工赚钱 让学生们更有时间累积自我实力 尤其疫情期间 学校规划许多课程 让学生上课不受冲击 在专业领域上能够发挥所学 未来 此校更会持续运用 同爱竹梦助学金 关怀并帮助更多经济或文化 福利学子发展自我兴趣 并在就学期间培养未来就业力 毕业后可以顺利就业 改善家境 翻转人生 我想宏光以人为本关怀生命的一个校训 我们很希望学生在学期间 不会因为经济的因素埋没了他的天赋 学生也想要努力 学生也有天赋 也想要圆梦他的人生 可是如果说因为现实的因素被绑住的话 我想这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同爱圆梦的一个计划 能够让学生在他人生的舞台上也能够展现出光芒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望 我是黄安系王震宏 我是美髮系乌晨学 我是护理科赵花文 我是物理治疗系古柏香 感谢同爱竹梦让我翻转人生 感谢同爱竹梦